很偶然的机会 有家市场在卖着玫瑰糖 然后大姐边做生意边扯着花瓣 哎呀我说这个玫瑰糖你们自己做的嘛 都是是啊他们最近做这个做了几十年了 我说啊是吗我可以去看一下吗 我就特别想去了解一下 到底他的制作过程是什么 就三天课 哎好齿啊这个 然后跟他软磨音泡 我是菜市场高手 这个也是我朋友对我的评价就是我去到菜市场 感觉就像去回到家一样 每个菜市场都是 我能跟摊上的所有人去聊天 谢谢啊 然后又从市场开车去找他老家去找他的厕房去看 咱们在找那种鲜花吗做玫瑰糖 哇那个跟我平时在一些市场上买到的完全不一样 品质好太多了 那个才是玫瑰花的香味和红糖的那个香甜 全部体现的是最好的 因为现在有好多是拿白糖来做 但我们是真的就是用红糖 他说我的量不大啊我每年就做那么那么多 但是我是希望能做得好一点 所以我们就跟他订了一些玫瑰糖 回来了再做啤酒 这个酒其实我们已经酿了好多次了 一直在磨一直在改 达到一个最好的一个状态嘛 叫牛姜玫瑰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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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